好我現在交三個指令 大家有看到 A跟B跟E A跟B跟E 那這三個指令我現在都要在AD mode做 為什麼 因為A跟B跟E 當然也可以在object mode做 但是在AD mode做 因為我想要改變一個 一個object的外形 因為我們現在能夠產生 用space能夠直接加入的形狀 就只有幾個樣子 你不可能只用這幾個東西要兜起來 又不是小朋友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變形這個東西 所以我現在要教你怎麼變形 所以怎麼進到AD mode 還記得嗎 按Tab鍵對不對 好我按Tab鍵 我進到AD mode了 OK 好我進到AD mode 我現在要交A跟B跟E 三個指令 一個叫A 好我先按A給各位看 A叫做select all 或者是onselect all OK 全部選或全部不選 我在講義上都有 你可以慢慢用讀的 但是你聽我講會比較快有sense select 全部選 B咧 B跟選是也有關係的 B就是 我可以用選 我按一次B的 我可以選擇一個window 你可以看到我這樣一選 其實下面也選到了 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沒有選到 好 那我也可以 我再按一次A就全部不選 好我再來一次B 你看我選 有沒有全部選到了 可以可以理解吧 好 然後再來呢 B可以按兩次 按BB 按兩個B 就可以用圈圈去選 好 圈圈去選 好 那當然我這樣全部選 就全部選了 你可以想像 那我也可以圈圈 那我如果B要選 按A 他就不選 這個BB要離開的時候 按escape esc 然後再按A 他就會離開 好 這A跟B的關係 那E呢 E是另外一件事情 E叫extension 這是常用的一個指令 把一個東西變長 所以 所以我可以用B來做這件事情 好 我按B 我就選了這四個點 然後我希望把這個 這個cube往外拉長 我按B 我按E ABCDE extension 他就會問我說 我是要region 整個region增加 還是就age增加 還有vertix 我就先 你可以多試試看 不過我先試region給各位看 好 他就增加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變成幾個 幾個點 他已經不是八個點了 他已經是十二個點的一個object了 好 所以你要讓它變形 你要把它修圓角什麼 他的行為就會跟一個長方形不一樣 好 ok 好 然後再來 我剛剛說要交三個指令 我現在覺得應該要交四個 我再交一個指令 ShipD ShipD ShipD就是copy的意思 那剛才其實課本都有 那個講義上都有 那ShipD 其實這個很單純 就是只是背起來 ShipD 好 我已經copy了 我已經按ShipD 其實你再把它move 好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 你就會看 這個我move一個object 往外走 好 你說move的時候可以鎖住標 當然可以啊 但是我現在教各位 先不要管那些東西 你可以先做一個動作式 不要在這種斜斜的 斜斜的 這個系統裡面move 所以我剛剛 重做一下我剛才的動作 我把這個東西delete掉 按X 你就可以delete掉 那你就回到你的E 好 你E這個SZ 假設你要move 在S 在這個SZ平面上 再copy一個東西 你就ShiftD 然後 你先選完 ShiftD 你就可以move move這樣下去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這樣就比較容易 就直接在這個 這個 這個平面裡面做 做動作 那你如果真的不行 就用SZ平面 然後也放一個SY平面 那也可以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平面 你就可以一起 一起來做這些動作